OK OK 煞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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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觀眾我Michael 歡迎回來Michael買車 我自己私底下已經把漢堡攤完成所有的成就 所以我接下來可以開樂狗攤了 但是我目前漢堡攤已經可以賣到很多錢了 你看右下角已經來到9123 不過在我經營的這幾天裡面 我發現我的摩托車真的不好賣 據說明天會有一個摩托車大賽 如果待會這三台都還是依舊賣不好的價格 我們就從中選一台去參加這個比賽 也許還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績及獎品對不對 OK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再經營一下 待會我們應該會去開一下熱狗攤看看會在哪邊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咱們就繼續來看看Michael今天的一日開店生活吧 GO 欸 各位有人要來看ATV了 來 先同意吧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喔 這個一顆漢堡賣到多少錢 它隨著你賣的顧客數越多 你就可以調整你的價格 然後我現在一顆漢堡呢是賣126塊美金 相當於一顆要3000多塊台幣啊 然後薯條是122 蘇打是122 但沒辦法嘛 畢竟這個是遊戲 因為它店租會收搶劫會搶 所以你沒有額外提升這些漢堡的價格 以及薯條跟可樂的部分的話 哇 你這個店遲早會到 但是在這邊喔 經營也是滿多天的喔 欸 我們的客人應該快來了 他應該在後面 好 來看看ATV到底賣不賣的出去吧 5分鐘後 464有沒有搞錯啊 蛤 那價格也太低了吧 呵 沒關係 那這三台車齁 我們就先放在這邊賣 畢竟這邊人潮夠多嘛 漢堡攤我們就先收起來 我們接下來去看看熱狗攤好不好賣 來 它也可以請員工 但是它的員工目前 稍微有點BUG 所以我不太敢請 所以我就先收攤 那我們來看一下熱狗攤會買在哪裡 Hot dog 啾 哇 開店了開店了開店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熱狗攤在哪裡好了 喔 居然在這邊欸 Hot dog stand 欸 離我們車店相當近欸 那這裡好像還不錯 我們直接過去看看吧 感覺這個點好像更棒欸 對不對 而且 剛好就在我們的家對面 就是熱狗攤了欸 車店要在我們的右邊 又有人要看車了 先接受 等一下讓它過去看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需要賣什麼 OK 它也是有Hot dog 也是要商店買 一個才12塊啊 又要慢慢累積這樣子 我看可不可以提升一下成本的部分 好了喔 可以欸 目前可以欸 但是每提升一次 我們的聲望呢 就會被扣50 不過沒關係 再借著去跟人家招攬一下招呼 哈囉 欸 就可以多累積了 這樣其實是還不錯了 你看 才剛打招呼 馬上這個妹子就買了啊 多棒啊 那初期呢 賣這個的確是 沒有說像賣車那麼好賺 到時候可以賣珠寶啊 賣衣服啊 賣車子的時候 想必那種感覺 賺錢的速度一定是更不一樣 IKEA 欸 就快可以開了是不是 嗨先生 想要買熱狗嗎 來 目前我是想說漢堡跟熱狗這部分呢 先不用請保鏢 因為我覺得這個都還算是小本生意 如果他要來跟我們搶 我們再跟他硬拚一下 應該就沒問題了 嗨 呵呵 我也這樣子 感謝你來幫我熱狗 謝謝啊 熱狗攤的租金好貴喔 居然要200塊 好 那我們再過去看一下車子的部分 我買這三台車我覺得是有點買錯了 怎麼講啊 大家出的價格都是那種一百多塊 很爛啊 你知道嗎 雖然說我們買也沒有花多少錢 但是起碼再高一點點啊 來看他要出多少錢 406 唉 怎麼會這樣 這三台我看留著自己騎好了 好不好 三台都給他取消吧 取消 取消 OK 好了 那因為明天呢會有那個摩托車的半環島大賽 全部都是騎摩托車喔 我們看看要騎哪一台好了 嘖 呃 我覺得這台好了啦 這台畢竟是160的嘛 對不對 啊這個是150 他沒有限定說一定要騎什麼車 說不定你會遇到有人騎重機等等的 但是我們騎去改裝看看 說不定跑了 比重機還壞啊 啊 塑膠車大對戰 來走 那我們就要騎這台 看一下最近的改車點在哪裡 機場這邊 好這一間吧 走吧 如果說這邊呢都賣得不好 我們到時候還是移回去我們的車店那邊賣好了 那我們可能下次再努力的再來蓋一下我們車店的部分 畢竟我們最近呢為了做這些生意啊 都沒有去好好經營我們的汽車店 都在搞這個小攤販 但是如果小攤販慢慢做起來 車店也做起來 哇就不一樣了 作者是有說8月會有另外一個額外的更新 希望那時候如果功能可以做好的話 這樣子我們攤位就可以一個接一個看 周路就會一個比一個還多了對吧 這一台PCX160聽說台灣是沒有賣的喔 ADV那台好像有了 感覺很多好看的車是台灣都沒有賣 就像日本有一些小小的轎車 那個台灣也都沒有賣 太可惜了 好來進來改裝看看 我直接寫機車欸 好我們來看可以改些什麼東西吧 護具也可以改欸 護具應該是不用吧 對不對 撞壞點都換可以是吧 煞車要不要 煞車我覺得換 因為我剛剛騎的時候 我覺得煞車不太好煞 所以17000我改一下 引擎也可以改 有4級 改到最滿 加速多了幾乎快一個 16700我們算17000好了 這樣就改了34000了 擋泥板已經要畫歌了 有裝是這樣子 儀儲是長這樣 儀儲應該散熱會比較好對不對 然後喇叭不用了 車燈我看一下 換的會怎麼樣 哇 哇喔 有點帥欸 這個換的好啊 1450可以 燈氣也可以換欸 我們把它改那個霧面的好了 霧面看起來更有質感 對不對 用個什麼色的呢 粉紅色 橘色也蠻好看的 沒有粉紅色 那我要橘色的 好這台 變速箱也能改欸 加速頂到滿欸 曬車級 這樣我們總共花了5萬多塊 改一台車子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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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渦輪 好渦輪也改好了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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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真的欸車輪也能改欸 改個比較帥一點的好了 這種很細的很酷欸 三叉子 好看 1690 後輪我們也改一下好了 三叉子 輪圈的顏色也能改欸 這個好了 顏文藍 好看 沒有了 就改這樣我們大概花了6-7萬塊欸 齁 6-7萬塊 比改一台汽車還貴 想必這樣子改一改之後 連重機都比得贏了吧 啊 我們去機場實測一下 看看我們這個改裝之後 可以跑到多少吧 我們已經來到機場的跑道了 準備3-2-1 出發 OK 感覺一吹到60 喔 140 喔喔 180 快要爆表了 各位啊 這台車竟然可以 哈哈哈哈 有點扯欸 200 OK OK 煞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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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一台PCX160 可以改到260的速度 我覺得真的是不容小覷了 好不好 OK 那我們就先回家休息一下 明天呢 我們就準備上戰場比賽 看看塑膠車的對決 到底誰會比較厲害 好啦 來到了集合地點呢 我們約在這個Santa Monica這邊喔 來看看會有哪些車子參戰 如果真的是重機喔 那比起來應該相當的刺激 我們這台可以跑到200多 所以基本上不輸重機 喔喔 眼前這邊都是今天 塑膠車比賽的大對決啊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車 我BMW的重機呢 也有PCX跟我們一樣的車 然後ADV也是有的 還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的啊 也是HONDA的耶 哇 今天基本上都是HONDA的車車啦 好 OK 各位那我們就稍微等待一下 待會就準備要來開始這一場 半環島機車賽 各位加上我總共15台摩托車 大家準備出發啦 贏的這一場就5200塊耶 不錯耶 喔喔喔喔喔 沒想到其他的 車子也那麼快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路線怎麼跑 這邊 從這邊 走錯 我走錯了 我居然繞錯條啊 天啊沒關係 來個逆轉勝也是可以的 先努力追上他們喔 不急不急 這半島呢算是很遠 因為有人居然飛起來了 誰與爭鋒啊 啊 你看我們這樣子名次從15名 陸續突破到第7名了 前面兩台感覺超快的喔 果然PCX比那個VMW還要更快 我現在已經來到第三名次了 前面兩台呢 正在激烈的追逐 我趕快衝過去吧 我感覺我輕輕鬆鬆的 就可以贏過他們了 是吧 速度太快了 但是如果殺不住就完蛋 哎呦哎呦哎呦 直線加速也是蠻快的啊 居然都沒看到重機耶 好扯喔 所以不要太小看塑膠車了 雖然塑膠車看起來只有160cc 居然跑得以VMW的 還有HONDA的重機 對吧 哎呦哎呦哎呦 搞偷襲啊 來這招的啊 ADV也是蠻快的 五六七八名都是ADV 哎呦 尬直線尬直線 我可以啦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他們其實也有改車 只是他們有時候去撞到苦辣或是怎麼樣 速度就掉了 不然你看我已經努力吹直線了 他們還是有追上的感覺 我覺得摩托車比賽比汽車還好玩 不然下次半個腳踏車比賽好了 哈哈哈哈 應該快到終點喔 我們跟著這邊的路線看一下啊 要進去了 各位要進去了 來來來來來 終點就在這個門之後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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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we got it 第一名無庸置疑 結果是我們啦 第二名抵達 一樣是PCX 第三名也來了 也是PCX 哈哈哈哈 哎呦 這麼著急要來終點啊 很湯喔 那我們賺得5200塊 這台車子我覺得改了只有 說不定下一次賣 可以賣到更好的價格 我們也可以留著啦 反正我們就陸續的這樣子 有比賽我們就參加 沒有比賽我們就去經營我們的小店 以及車店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麥可買車 差不多就到這邊做個結束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系列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小頻道 還沒按下讚跟訂閱 記得按下去啊 我們就下次麥可買再見 大家掰掰